臺灣在簽署兩個聯合國的人權公約之後 當然今年我們是樂見也非常歡迎 國際的人權相關工作者以及人權專家 到臺灣來進行觀察 除了政府正式邀請之外 還有許多民間團體所邀請的 這些獨立的人權觀察者 到臺灣來檢視 我相信這些檢視跟檢討 都是讓我們臺灣國內的人權的相關法規 以及執行的狀況 跟國際接軌非常寶貴的一些機會 那麼國際的這些人權的 包括政府所邀請來的這些人權專家 給臺灣很多非常具體的建議 我記得那次的建議是有七八十項 非常具體的這些在檢視臺灣整體的人權狀況之後的一些建議 那今天FIDH也有也非常用心的提供了一整本的 對臺灣相關人權問題的建議 有一些問題我們現在正在回應跟處理中 包括這個星期我們在內政委員會正在進行的國際法 以及入出國移民法的一個修法活動 這些工作都持續在進行 那對於像國際人士非常關切的 像人口販運的問題 我們臺灣近年來雖然通過了 人口販運的防治專法 但執行的狀況也或國際有所肯定 但是當然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我相信這些都是國際人士會持續的來關注的 那當然有許多是我們責任在國內 包括我們尤其是歐盟國家 特別在關切的臺灣的死刑的問題 那在國內 目前我們的社會沒有取得共識 但是這些討論 我們看到政府也是非常的被動 不願意主動的來跟社會對話 跟溝通 對於整個犯罪率的降低 跟死刑之間的一個關聯 那對於民眾長期以來的一些偏見跟恐慌 我們政府也並沒有太積極的 來進行這樣子的一個對話跟討論 或者是一個共識的建立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當然在整個人權的 國家政府體系內的人權的組織架構 這也是油美女委員一直在 司法法治委員會不斷的在提出 那在整個架構還沒有充分建立之前 現在相關的責任都是落到各部會 裡面有的在老委會 有的在內政部 那有的是在法務部等相關的權責 那我相信這個部分 我們立法院的這個人權小組 也會持續的一一的來做關注 但我還是要再次的重申 我們作為一個要跟國際接軌的一個 而且是自認為我們應該要人權立國的國家 我們應該要持續的跟這些國際的人權團體 十一個歡迎他們提出一些批評跟指證的一個立場 來跟他們有所對話跟接軌 那這個星期我們在內政委會要審的移民法裡面 有一條是特別針對外籍人士 可以參加台灣的合法的集會跟請願活動 那前一陣子有碰到外籍人士因為參加台灣的環保活動 環保遊行 而被禁止入境的這樣的一個案例 那這個應該不是一個個案 反而是現在我們一個法律上面 沒有辦法跟國際接軌的一個缺失 那我們既然 我們在要國際化 那我們也應該要在國際人士參與跟關心台灣的整個公民運動 而且是各個領域的公民運動 能夠持更開放更包容更歡迎的一個態度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接軌 我們也將台灣的人權標準提升到國際最進步的 最前衛的一面 那我們再次謝謝國際的人權參與 以及我們國內的NGO公民運動 大家一起的努力 那我們在立法院的這個部分 我和尤美育委 我們的立法院的人權小組 也會積極的來跟大家共同來努力 謝謝 謝謝